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臣 就是吴忠臣冒险學校 是我創立的 飛行程跟爐堂都是我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個題目 叫做 愚勇跟智勇 什麼叫愚勇呢 我們常常講說 無知者無懼 就是你一個無知的人 他不會害怕 因為他不知道危險 就像幼童 他明明做很危險的事情 他不知道 那叫無知者無懼 所以他不害怕 幼童你沒有跟他 沒有跟他講什麼鬼神的時候 他根本不怕鬼也不怕黑的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恐怖 而且如果說你訓練過狗 鬥狗或者是鬥雞的話 你絕對不讓他受挫折 你所有的你不會打 不會對他打罵 不會讓他一直受挫折 因為他一直受挫折之後 他就沒有信心 所以你要培養他的過度 所謂交兵必勝 但是你訓練鬥雞鬥狗的時候 你就不會讓他受挫折 他這樣下台之後 他才會打到死為止 打到他最後一口氣 他都不知道他會輸 這就是很重要的 但那就叫做無知者無懼 可是當他如果說 他有知的時候 一看流血了 哎呀血是一種警告 你可能會死會痛的時候 他會緊張 他會害怕 這個就是開始有懼了 所以那個勇者無懼 那個無懼並不是無知 那另外一個 無知者無懼 我今天要提倡的是什麼 無忠誠冒險學校都要教大家飛行 飛行騎馬 潜水啊什麼一大堆的 那還有簡單的就是上台表演 上台像比如說像我這樣子演說 書法幾件 書法幾件 這一類的 就是我要讓你曝光 要讓你有自信 讓你有膽量 這個東西是可以培養的 那但是這個怎麼培養呢 啊 我認為叫做 熟知者 無懼 這種叫做自勇 有智慧的勇敢 剛才那個無知者無懼 那叫愚勇 愚笨的愚 foolish people 那你現在是一個wires 一個有智慧的人 因為你所謂講的 你所做的 你都知道 他的後果是怎麼樣 這一點非常之重要 我自己我記得我 玩飛行的時候 那個飛行童話裡面 各種樣各種人都有 從那個什麼航空博士 一直到什麼醫生啊什麼 各種行業都有 飯夫走足也有 工程師也有很多 藝術家什麼 音樂家 有一大堆人 都喜歡這個飛行 因為 飛行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嘛 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去看我那個 心理學裡面 夢想飛行 那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種屬性 這些人都有 飛行的這個屬性 所以他來聚集在一起 可是他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到裡面 我曾經看過一個 一個歐巴桑 他不知道是做賣什麼東西 他是擺攤 不知道賣什麼吃的 可是這樣的一個人 滿口驚訝 因為他嘴巴一張開 就金光閃閃 為什麼我會知道他滿口驚訝呢 因為這個這個人對我 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以前在那個 在那個那個 翡翠灣 台北那個 基隆那邊的翡翠灣 我們在那裡飛的時候 每天早上要到9點以後 才開始有上升氣流 所以9點以前的時間 我們是基本上 沒有什麼風 或者是有風 我們也基本不起飛 因為起飛很快就降落了 所以大家都會在那邊聊天 那邊沒有樹 因為有樹會阻礙飛行 所以都在那個草叢裡面 大家都蹲在那個草叢裡面 靠那些草 那一點點遮蔽陽光的那個功能 另外當然還有戴帽子 那時候我們就坐到那邊 這個歐巴桑就拿出便當來吃了 他準備了便當 所以我知道他滿口驚訝 銀牙 那他準備的便當是他自己做的 因為他準備 等一下風來的時候 熱氣流來的時候 他一上去一飛 可能四五個小時不下來 那就中午那段吃飯的時間 就在天空上面 在天空上面玩耍 熬油 所以他就先吃飯 那先吃飯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聊天 我一聊天我就發現到 他畢竟是沒有什麼學歷嘛 學士嘛 可是他他飛得很好 他很有自信的飛行 當然你問他什麼博弩利定律什麼 這都不用問了 他不會知道的 他的教練只告訴他 要左轉拉左邊 要右轉拉右邊 OK可以了 要煞車 雙手拉 還有要俯衝 就拉前面 什麼Aset Bset 他這些東西 教練怎麼教他就怎麼學 他就完全的學會這些 這個情形就很像什麼 就像阿兵哥 在以前當兵的時候 阿兵哥都是這樣 他不要你知道所以然 他只要知道其然就好了 我要你做一二三四 抄點就是這樣 至於是為什麼要定這個抄點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照這個執行 而我剛剛講那個 歐巴桑他就是按照這個 他也飛得很好啊 但是我其實我自己跟他是完全不同的類型 完全不同的類型 我是博覽群集 我家裡很多這種書 能夠買到的 能夠從網上收到的 還有各種案例 我通通都會下去看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操作 如果我們那樣 別的一種操作會怎麼樣 這個就開始有 就跟他有區隔了 他是完全接收 你怎麼教我就怎麼樣 而我們除了被照樣吸收那個東西之後 我們也會反思其他的 其他的路径 其他的方法會怎麼樣 這就是實驗的精神 也就是科學的精神 這種的學習就叫什麼 就叫做所謂的自信 有些人講說 宗教有一種叫做迷信 那要破除迷信宗教 就叫做自信宗教 其實宗教沒有所謂自信跟迷信 只有信與不信 宗教跟這個冒險運動兩馬事 我只是舉例而言 所謂這個 我剛剛講這個就是 叫做自勇 或者叫自信 智慧的智 不是自己的那個字 就是說 你相信的是教練 所以可能你是魚勇 也就是說我們部隊裡面訓練阿兵哥 阿兵哥相不相信那個教官 或者是班長 那就是看他怎麼樣 那當然如果那個班長真的很厲害 而且真的有實戰經驗 他要你匍匐前進的時候 有什麼要求 或者怎麼樣 他槍林大雨經過 那沒話講 如果他沒有經過他教你的東西 也不過就是以額傳額嘛 誰教他他就學這套 人家講說 這個功夫傳了三手之後 全部變樣 就會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親自下去跟人家較量過 沒有真正的浴血奋戰過 同樣的 像我在學這個飛行傘的時候 我學起碼什麼 我這邊很多書 我開玩笑的時候 我是一種叫做經典派的 浮露派的 也就是我要看paper 我除了學技術之外 我要看paper 我要知道說 為什麼人家會發明這個 為什麼人家要這樣做 為什麼 重點 這就是所謂的自勇 你依然有勇氣 有膽識 有膽量 那個膽量加上知識叫膽識 你依然有膽識 但是呢 你跟那個漁泳是不一樣的 漁泳碰到某種情形 他沒有學到的東西 他不會 他不知道處理 而自勇的人 因為他的路子很廣 他的思路非常廣 他博覽眾議之後 他知道在那個時候 他能夠及時的做出反應 而且那個反應是正確的 這就是所謂的自勇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我常常有個感觸 現在可能還有 軍中的軍教片 你們常常講說 你們如果 怎麼怎麼樣 你把我惹火了 那個班長講 教育班長講 你們要倒大沒 班長有什麼 有什麼厲害 有什麼值得人家服從你的嗎 你拿出來嗎 你是格鬥比人家厲害 還是你怎麼樣 還是你服力神做的比人家多 養過騎車做的比人家多 拉單槓拉的比人家多 或者跑的比人家快 恐怕沒有吧 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要人家怎麼信服你 然後你有沒有打過仗 你真的有在槍林大雨裡面的經驗嗎 沒有 通通都沒有的話 誰會信到你 那你還要在這邊講說 你不要把我惹火 你算老幾啊 把你惹火 今天我的安全才是第一位 這不是所謂的本位主義 也不是 因為你一個戰士 一個fighter 必須要先把自己的命保住了以後 才能夠保別人的命 才能夠奮勇殺敵 那這個都是一個簡單的一些概念 可是這個概念現在是非常之模糊的 那我剛剛 我之前我講過的那個症兆的迷思裡面 我也講到一個 我這飛行禪嘛 飛行禪 這個是一個自立修行 自己的自然力量的力 那個佛教裡面 它有一種叫自立修行 也就是禪修 它是靠自己開悟 那另外一種就是靠什麼 仰葬佛力 也就是阿彌陀佛 一天念佛號或念咒語 希望鬼神來加持他 來幫忙他 我們不搞那套 禪宗是不念佛 念佛依據漱口三天 你看他這樣子 禪宗的祖師這樣講 這不是傍佛嗎 不是傍佛 他是要告訴你要靠自己的力量 一切靠自己 要靠自立 我的飛行禪就是講這個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來學 看了我的文章 看了一大堆之後 他好像認同 但等他來學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把學科跟術科切開了 我的學科 你交錢來 我們就交少量的錢 我們就學科就上課 也讓你完全了解這個飛行展 你能夠提出來的問題 越多越好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上網去 收我教飛行的那個影片 先如果真的對飛行有興趣 先去看那個再講 因為那都免費的 你點上去就可以看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了 你再來交錢來看看 實際上閃是什麼樣子 結構是怎麼樣 實際上操作一下 你就了解說 人家在空中是怎麼飛 什麼原理 為什麼可以這樣 你就了解了 那這個是 就是所謂你的 就是所謂學理 學理你都懂了 可是你有沒有能力飛呢 是第二個坎 就是我剛剛講過 那個歐巴桑 他這些學理可能也都不懂 什麼博努力定律 什麼什麼 他都不懂 可是教練告訴他說 你要往零線上飛 然後哪裡有上升氣流 哪裡有上升風 他就照著那個做 他也能夠飛很久 也能夠做得到很大的快樂 但是他的髮血就在那邊 而我們的髮血是可以更深層的下去 下去探索 這種是所謂的自由 那我剛剛講了說 有的人 尤其女生 我已經講了那麼 講了一萬遍說 我要你們是自立飛行 我完全不碰你 我只在旁邊 從旁 指示你 燃燈指月 我的手指指的月亮 你不用看我手指指的月亮 你去看月亮 這個禪的修行都是這樣 我的飛行禪是告訴你 教你方法之後 你最後自己下去做之後 你達到那個 這個飛行的這個願望之後 完滿的飛行之後 你充滿了法喜 這個法喜 就是你得到的 你開悟了 簡單講是這樣 大小開悟嘛 你知道 不敢講大的開悟 你小開悟了 你會非常的興奮 非常有自信 這就是飛行禪講的東西 就在這裡 可是等到很 等到我每一次學科上完之後 就總有人 講說 教練 你 你有沒有帶飛 每次碰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都想開口罵人 我講了一萬遍了 要你自立飛行 要你自己來飛 我不帶人 我不但不帶人 我還反對那種 所謂的載人飛行 各位你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一講 打飛行禪三個字 都是糾紛 都是這種雙人散 然後最後 因為亂流什麼原因 摔下來 把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教練 那就是小黃司機了 計程車司機了 他帶著你 他一次收你 可能收你一千塊 收你兩千塊錢 然後他飛了之後 他摔下來的時候 他可能也受傷 但是他受傷 他活該嘛 因為他教練嘛 可是你的乘客 乘客 你不是飛行員 你只是一個乘客 Percenture 你摔下來 有的人就摔殘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下落地的時候 怎麼樣去 五點著陸啊 或者是怎麼樣緩衝 他都不知道 他是一張白紙 難道你去做 民航客機的時候 你還要懂得怎麼跳傘嗎 沒有哪一家 航空公司會 會在那邊告訴 告訴那個乘客說 我教你們怎麼跳傘 然後你射完傘訊 再來搭飛機 不可能吧 雙人傘就是這麼一回事情 我一再地強調 可是 我的課 學科課上完之後 總有人跟我撒嬌說 教練哪天你帶我飛 我真的想痛罵人啊 你根本就 我就想說好吧 你慢慢等吧 這就是我回答的話 但是背後其實是叉叉叉叉叉叉啊 你根本就術科你永遠 遙遙無期 你如果要真的要找人家帶飛的話 我假裝不知道 通通不看 因為 我不會帶你飛的 我要就是要你自己飛 哪有哪一個 那個那個戰鬥機駕駛員 是一定要跟教練在一起 要黏著教練 那他將來要怎麼打 就獨立作戰 飛行船就是要讓你獨立作戰 獨立面對一切 你才有辦法開悟 沒有挫折哪裡有開悟 所以 我有一個非常那個 非常大的那個 我每天穿的都是我的T恤 這上面都印的這個飛行船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以為這是一個佛教 還有背後有這麼大的字 你只要不是文盲 或者不是瞎子 你都看得很清楚嘛 非嘛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哎呦那你是不是空官什麼什麼 這些都問一些很幼稚 很膚淺的問題啊 就沒有一個人深入講說 哦 我隔壁 我認識一個會飛的人 我學他 我還有一些老朋友 認識我幾十年的老朋友 他們從我30多歲開始學飛 開始他們就 因為我法起稱滿嘛 而且在報紙上發表過不少文章 關於飛行的 他們也都看到了嘛 因為文人嘛 知識分子嘛 然後他就講說 你還在飛啊 每次看到你還在飛 然後一看到有空難 他馬上就跟人家 哎你看 昨天那個誰誰誰 那哪裡哪裡 又出了空難 然後又摔死人摔傷人什麼的 每次都要拿那些東西來 好像他覺得那種 黑色幽默很幽默 在我看來啊 你根本就是個孬種 胡不上牆的料子 你還跟我講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 突然顯示出你自己的孬種 那這個就是我 我這句話有點語重心長啊 好像一 這個糞坑裡丟磚頭引起公憤啊 因為這個孬種居多嘛 所以我們國家今天 現在人家都不相信 那個我們的軍人能打仗 因為因為孬種太多了嘛 勇於私鬥 黑道很多 那個動不動在路上街鬥 但是真正能夠勇於公鬥 能夠上了戰場上去為國賣命的人 鳳毛麟子 這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教育上有極大重大缺失 如果沒有這種缺失的話 我們的總統為什麼歷任總統 為什麼沒有人像美國總統小布希那樣子 90歲還要跳傘 一直到他現在失智 好像死我 好像死掉了 他一直代表的就是一種 告訴美國人 全體國民 向他看齊 我們的領袖 沒有一個人曾經做過這樣 或者能夠做這些事情 也就是上心下效 上下交真理之後 國橫亡 以上 讓吳東城跟各位分享 無知者 無懼 那個是余勇 熟知者 無懼 這個才是智勇 我們常常講智勇雙全 又有智慧 又勇敢 我們的所有國民 不管是軍人 不是軍人 都應該要往這個方向邁進 這個學校教育 是這樣講的 可是老師自己 可能也不是智勇雙全的人 我們的教育班長 可能也不是 我們的領導也不是 我們的長官可能都不是 好 他們都不是 希望你是 吳中城冒險學校 歡迎你 謝謝